好 各位 所以今天咧 我們來到PavillionPikiJalil 那今天我們來看的是什麼 其實號稱是全日本最漂亮 最大的一個Bookstore 那就是今天開在PavillionPikiJalil的 廖屋書店 我們進去看一下吧 Let's go 好 好 各位 所以現在是大概十點鐘啦 然後我們現在在排隊 準備要進去 一條屋 一條屋 書店 Sutaiya Bookstore 它其實今天是沒有準時開啦 是大概十點多才開 所以現在我們要進去體驗一下 我現在有帶朋友們來 不好意思 是你想要來的地方嗎 哇 其實那個對我還蠻長一下 我以為這邊是可以進啊剛剛 我以為是那邊建議它Store 我們在那邊 所以我們就進去看一下 哇 上面有變鏡子 好像很大這樣 哇 哇 哇 我的天啊 這裡好像一個 Art Gallery這樣子的感覺 如果我也不好意思要講話 因為 好像很近的這裡 大家都要看書 各位 所以進到來的感覺其實還蠻不錯 其實在這裡還沒有開張這些 我看宣傳照片它就好像非常非常大的感覺 就好像那個人是很小 然後還有第二層還是什麼的 其實是沒有啦 你可以看到它上面其實是有片鏡子 它就引到出一個很大的感覺 就好像一個 Library這樣的感覺 OK各位我發現到這邊呢其實它的排法 它是跟著Category來排的 就是講喔 就像你們有去過Kinoponiya嗎 就是那邊喔 它是會跟著那個語文來排啊 就好像有English啊 Chinese啊 那這邊呢 它是比較殘渣啊 就一個Category喔 裡面會有好幾個語文啊 可能你要找其中一個語文的書啊 像Basa Malayu喔 是比較難找一點的 這裡可以做菜喔 有講幾點 這裡可以做菜喔 有講幾點 就是來看書嗎 其實我覺得就像鳥無初見 它這樣子的裝飾喔 就是讓那種年輕人啊 更加會來看書啊 就我覺得這裡是蠻好的一個 Hangout spot啊 好像Dating啊 跟女朋友啊 來對你看書啊 也是一個很好的Lifestyle啊 現在Carmen看到這個Bag很開心 這是什麼Bag 我看起來像紙桌 它是好像Plastic這樣子 就是會割傷人家的手 你試試看 你戴起來看 不錯啊 就很奇怪 看起來不錯 不過很奇怪的那個Bag的地方 可是你懂什麼 大家覺得美嗎 覺得好看的就留言 OK OK 一個留言講好看你就要買 一個留言講好看我真的 真的嗎 真的 OK 我們看一個DurnLong Bag 500多塊錢 你試一下 很奇怪耶 看到裡面的咧 看不到 你看不進去的 是喔 裝口罩嗎 好像是口罩耶 不是就是Bag idea OK OK 這個人看到文具很興奮 你要買那種日本的文具啊 可以嗎 可以啊 這個最特別的 OK 現在在陪Carmen逛一下日本的文具 他很開心 因為他講喔 日本那個筆啊 有些日本牌子的筆喔 他會比較好用 我試用過啊 確實是不錯啊 然後每次有想到一個問題啊 就是 欸 怎麼 這一間日本書局 不要開在Lalapod 那一間Lalapod也是主打日本文化吧 這個問題是值得深思啊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哇 這個時鐘很漂亮喔 我們來看一下價錢 現在的感覺很棒 嗯 我不懂怎樣講 好像很奇怪 這個是個Baby的吧 這是什麼 Oh my god 你要飛天嗎 應該可以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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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出這個水貨文給出眾 現在我在這個兒童區 家長也是可以帶你的小孩子來看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有很多小孩子的書籍 還有很多小孩子 大家可以看書 Alright 各位 所以剛剛我們就走完了那個Supaya Bookstore啦 所以其實 它裡面是蠻豐富一下 有很多東西可以看啊 也不會講很小 可是你們可以看到啊 那剛剛我們是在排隊嘛 現在是不用在排隊了啦 所以你們也不用特地找找來排隊啊 所以現在自家播音就可以進去了喔 OK 所以我們下個影片再見 拜拜